反复帽的学运明天就要退场了 学生们今天还是陆陆续续 在立法院里进行清理的工作 但是回顾这二十几天 除了府院受到了批评 在野的民进党缺乏论述和行动能力 也完全的被边缘化 民进党籍立委黄伟哲坦言 民进党变成了领班和服务生 这几天过得真的是很痛苦 党主席苏贞昌 今天下午将会在中常会提案 希望可以推动党务改造 民进党立委党在第一线 不让警方进入一场驱离学生 不仅如此 令立委还排班 守一场门口保护学生 民进党在这场学运的角色 高志鹏曾经这么说 连顾问都不算 只能算顾门口 道尽无奈也点出事实 如今学运即将退场 民进党党内出现检讨声浪 林淑芬在联署上大骂党失能 还说民进党再不反省 距离被人民抛弃的日子 也不会太遥远 警察也不会允许 这个学生进进出出的 一切都要委员带 就沦为这个送东西的小弟 或者是说这个带人的这个领班 这几天是蛮痛苦的 所以说礼拜四 学生撤离的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解脱 那是看不懂人在讲话 大家是分进合集 请民进党的人不要纪念 是不是被边缘化 民进党内部出现杂音 党主席苏贞昌 在下午的中场会上 也将提党的改造行动 而学生在退出一场后 礼拜五院会马上要审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只是马王僵局还未解 十个版本的条例 如何整合协商 要平顺恐怕也很难 连国际期刊经济学人都说 马英九将面对分裂的党 学生占据一场 22天后要退场 但蓝绿内部的矛盾 一一浮现记者